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开始我要把我去年到今年所写的一系列推特跟大家重复一遍 因为我们很多管友同不上推 所以我要把这个我觉得我写的比较重要的 在推套已经重复播出过多次叫攀入弹孔秋的120推 第一版是100推 我在第二版之后改成了120推 那现在是第四版 我刚刚在8月19号修订过 所以呢这个新的版本呢 我自己感觉还是有一些亮点 所以我现在拿出来 也作为我谈心鲁家的一个开篇 然后请各位看官来判断一下 我讲了有没有道理 如果有地方说错了 也请各位多多包涵 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是讲攀入弹孔秋就是孔秋与儒教的120推的第一部分 因为是120推我打算一起来读个15推稍作评论 然后总结 好那我开始讲了 第一推讲孔秋的出生是名不正言不顺 孔秋生于公元前551年 祖前551年 周灵王21年 他有9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还有一个呢 哥哥 但是他的哥哥呢 有残疾 所以他的父亲 叔良起72岁 娶了那的18岁的颜真为妾 而且不是第一个妾 是第三个妾 因为他们的婚姻呢 是不合理智 被始祖称为野和 因为当时是宗法社会 所以这个孔家 这个一大家族 也没有承认他父亲的这个婚姻 和他母亲的这个婚姻 所以他们是野地苟和 然后有了孔秋 所以孔秋呢 就是他父亲 缺丫老牛肯嫩草的一个结果 他父亲是这样 叫中国人说的叫什么来的 是吧 祖师爷 他们苟和的目的呢 也不是为了爱情 也是为了传宗接代 来产生这个男性继承人的目的 所以孔秋自出生 就没有自然法层面的合法性 他是一个宗法伦理的结果 他自己最喜欢的是伦理 而不是爱情的结底 这个我们注意的是第一推 第二推呢 是他的父母的婚姻 决定了他五行缺跌 因为他父亲去世很早 他又排行老二 史称孔老二 他幼年上父 他父亲出生的时候 他父亲气多了 那个时候也是高龄了 使得孔秋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文学青年不做 他要去当粉红 要歌颂权利 他去找积孙士找官座 所以他是帮助当局维稳的五毛党的创始人 那么后来他找鲁定公 做了掌管荣业的大司寇 说错了 掌管刑犯的大司寇 我改一下 他当大司寇之后 是以消灭言人自由为己任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把抢他学生的少年宝给杀了 好 除了他当粉红之外 他还做什么自干五 他也是自干五的祖师爷 第三腿 孔秋是自干五的祖师爷 中年的孔秋在体制内好好的公务员不当 他非要自带干粮去周游列国 推销他的十二个字的刚长人 那十二个字啊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夫夫妻妻 这样一个维稳体制 他要的是什么 稳定压到一切 所以孔秋的东西当局为什么一直都很喜欢 因为要稳定 其实我们知道 由于他的宗法伦理产生的这个王朝循环 天朝并不稳定 我在这次直播的时候我讲了 为何中国社会总是周期崩溃 他的人孔灭绝也是事件上最多的 跟这个伦理有关 跟这个维稳有关 孔秋他希望的是让那些诸侯们 老老实实的去跪舔周王氏 他要回到西周早期的那个什么 周里建权的时候 他认为现在是礼崩乐坏 甚至他想回到那个传说中上古的什么 姚顺时期 姚顺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但是姚顺是什么 传说中的圣君 孔秋一听到这个就立马击起来了 但是我们知道结果南宾馆 朱侯们不买他的账 他去了很多国家 我在前两集讲过 但他一般情况都被扫离出门 连粮食都不给 所以他饥寒交迫 上顿没下顿 颠沛流离 史书称 孔秋如同丧家之劝 实际上也有战国上瘾 好 那么虽然说诸侯不待见孔秋 但是我们看第四腿 孔秋是具备IQ精神的 他是IQ精神的主持人 他以为自己是什么呀 姓季 所以你知道他去找谁了 是吧 找周天子 这个事情说起来话长 有一次孔秋去见鲁昭公的全城 姬春寺 这个姬春寺 这个王八蛋在后院里面看跳舞 他看着跳舞的规格 不让孔秋满意 孔秋就跳起来 说了七个字嘛 是可忍是不可忍 为什么 因为那个姬春寺 他用的是八亿的文工团 我讲过了 横排八个 素排八个 六四个人 这个规格只能周近往右 你一个大夫改用周王式的八亿 犯上作乱 大力不道 孔秋跳起来 所以他官做不了了 在鲁国混不下去 为什么 孔秋寺是全城 你得罪的全城你还想混啊 走吧 所以他就周幼列国 也没有找到卖家 他只好去孤注一掷 去络意见周天子 这个我讲过了 周天子肯定没有见他 还派了一个人来教训他 有没有打耳光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派人教训他 你也配信计 你也敢信计 扫地出门 所以孔秋也是 阿Q精神的主持人 我们知道鲁迅鞋 阿Q是一百年前 但是孔秋他作为阿Q 已经是 两千五百年前的事情了 就中国的这种 这种国民性 他一直有阿Q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谁整理的最好 就是林玉堂先生 在五国以五民都提到的 中国人的精神 动物世界也找不到 他身处最底层 他却考虑的是 奴隶主的利益 听我的一个吧 我觉得这个是孔秋的这套 比较 自干五的阿Q精神是有关系的 他的伦理里面就有这样一个 叫跪舔皇上的这种 意图 跪舔权贵的这种意图 好 那么第五个K呢 是权力崇拜的主持人 在孔秋的视野之中 权力既为真理 稳定拉到一切 哪怕满地鲜血 哪怕恶嫖满地 都没有办法让孔秋满意 孔秋需要的是稳定 他不管死多少人 他要的是稳定 所以只有回到西州早期的 周里健全 和获得上古时期的尧顺 他才觉得满满的正能力 伟光正高大上 不仅如此呢 孔秋还提出了学而优则式的 这样一个教育目标 他不是说作为教育啊 他提出的教育目的是什么 所以从此之后啊 这个哲学科学美学 行而上逻辑 宇宙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这个跟中国人没有关系 你明白了吧 所以跪舔权力为权力服务 是所有华夏人的共同目标 共同的人生理想 跪舔权力成为儒生们的人生理想 第六个是中国逻辑的主实言 什么叫中国逻辑 这个是易中天为韩寒总结的 重复一遍 一问态度不问事实 二问动机不问是非 三问清书不问道理 所以孔秋及卢生所提倡的 权力及真理 鸟大为王 权力崇拜 宗法专制 人理捆绑 思想阉割 等等措施手段 让华夏2500年以来 处于人类社会的蒙动状态 蒙昧状态 王朝循环血流成河 义子相识 义愤相识 无尽黑暗 有一句话叫 昌天不生孔宗尼 所谓什么黑漫漫 其实他这个话说反的 就因为昌天生了这个孔宗尼 自华夏进入地狱 完全降反 如果你不同我的意见 不同意我的意见 还是那句话 我在馆上等你 请你用文明的语言 反驳我 OK 接着 第七点 孔秋是洗脑教育的主事业 孔秋在人语中提倡 有教无类 知之为知之 学而优则是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你看多邪恶啊 我们要告诉老百姓 让他们割肉 但是不要告诉他们 为什么让他们割肉 要让他们做炮灰 但是我们不要告诉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当炮灰 这就共来到 以及历朝历代政府 渔民的一个手段 是吧 有道之君 误在若明 所以这个 孔秋的这套东西 是配合当权者维稳的 一种教育失落 孔秋只拿出了当局 培养贵舔卢才的 这种教育大纲 当然深受历代专制统治的喜爱 不但是喜爱 而且成为科举考试的怎么样 核心内容 然后这个科举考试内容 不断的阉割 隋唐还考六亿 还考色剑 宋朝还考这个四哥 到了明清 就是八股文了 什么都没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文学 哲学 审美 是吧 音乐都跟 中国的教育无关 第八 纵男轻女的始作俑者 孔秋提出的 夫为七纲 作为家庭伦理的基础 我们要注意 纲在孔秋的眼里 不是提纲 不是写若能提纲 是什么 绝对真理 纲在孔秋这边 叫圣经地位 所以用此搭建了 这样一个 家庭专制的伦理社会 把天朝女性 打入十八层地域 长达两千五百年 孔秋之后 女性就没地位了 到现在没翻身了 我们知道 在西周早期 有一本成书于 公元前九世纪 十世纪的 诗歌编辑 叫《诗经》 其实因此孔秋 没有怎么改的 其他都是他 改过的 凡是孔秋改过的 都是可以能拿起 想的东西 所以天朝 只有一本《诗经》 可以看看 有的讲自由恋爱的 朗朗上口 是吧 官居 还记得 窈窍树 女君子好球 光光俱旧 战盒之作 还有这个 也有死君 还好多 他都是描写男女爱情 而且是非常的浪漫 那个时候还没有 宗法关系 一旦宗法关系 天朝人就没有爱情了 为什么 全部是父母包办 婚姻 你还有自由恋爱吗 没有 所以我讲的 在古代传统社会 天朝是没有自由恋爱的 现在也没有 现在婚姻是交易 所有的东西都有 唯独 婚姻的基础 爱情没有 所以他们是一次性 一次性交易 你怎么断局都可以 所以从此之后啊 这个 开始立 增洁牌坊 国小角 然后猎杀这种 女婴 遗弃 女婴 当街 八光小三 都是理所当然 昨天我看到 推特上有一个视频 那小三已经怀孕了 不管小三 她是女人 她是个孕妇 被毒打 肚子被踹 这就是 知阿仁干的事情 当街八光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 就是 如果你说知阿仁是人 我觉得你这是在误动 在圣人的这种话语权下 所有中国的旅行 它跟自由 跟权力 就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还是 第九 政治正确的缔造者 孔秋就是那位 在古代吃地沟油的命 抄中南海新的 粉红的祖师爷 这位不顾自己身份低悲的经兆者 向周王氏和诸侯们 推销自己的 智氏难图 十二个字的 刚厂人 而且他还提倡一个东西 就是武昌 武昌为三纲服务的 为三纲遮掩的 叫人以理直信 有些朋友说的很漂亮 然后又讲到那个孟科 两会往上 那个什么叫 名为贵 设计赤子 君为亲 说的听得跟真的一样 你听他说了 你就以为真的了 儒家的特征 你知道叫什么 谎言说尽 毛泽东学得好 毛泽东也是五个字 跟孔秋的武昌有点像 现在各界 各界政府 各地政府门口都有 五个字 你看到了 为人民服务 所以这个 人以理直信 就等于 大外宣中的 为人民服务 你懂了吧 你比如说你是落智 口炮党忽悠你的 这叫谎言重复 一意一变 就是真理 你居然也相信 相信孔秋 还真的提倡 人以理直信 孔秋的伦理就是 他要道德 说叫别人 你们要做君子 你们要人以理直信 他从来 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一个自信的意识 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就是罪人 总是强调别人错 其实知那人 最应该承认错误的是你自己 认罪悔改 好 这就是卢棍党的一种 政治政权 就是人以理直信 因为他有人以理直信 所以卢家是好东西 就现在这个 民运也好 共产党也好 他们在一点上是共识 高度共识 就是卢家都是好东西 所以我肯定保证的跟你讲 共产党有没有都没关系 新卢家肯定崛起 因此我这个系列是批新卢家的 好 下一个 中法专制的缔造者 残酷的中法专制是 其他人类社会中 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其内核是利用 男女父子的生理关系 代际继承关系的不平等 延续到家庭和社会管理层面上 在孔秋的事业中 有鸟寄真理 鸟大寄真理 鸟就是男性生气 说的太安心 从此华夏文化 融为一个不断下行的 整理空间 祖先崇拜 生死崇拜 所谓祖宗之法 不可辨言 犯上作乱 不孝不忠 什么叫 那个不忠不义 是吧 忠孝结义 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变成 抹杀个人权利 抹杀公平 抹杀自由的 杀人灭口的戾气 因为你在他这套伦理逻辑下 你是不可能有任何的个体自由的 你能理解了吧 好 第十一点 等级社会的缔造者 周礼虽然源于西州早期的 周公的风风气 但是智商短路的孔秋 却认为周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即时两要 他认为现在春秋不好 你们诸侯 对王室不尊 而且还要互相攻法 所以我们要回到 西州的封建制 他想得多弱智 这个我在那个 潘怒谈孔秋的八级中讲过 他想用社会法去战胜自然法 我把原因找到 你听是不是 因为戴基继承之后 他始终的亲缘关系会衰减 几代传下来 见面谁跟谁啊 是吧本来是亲兄弟 然后变成唐他 唐他唐唐唐唐唐唐兄弟了 对吧 所以当时他看到那个 季孙氏在用巴异跳舞的时候 他蹦起来了 对吧 是可忍 是不可忍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大力不倒 对吧 他言下之计就大力不高 这是他贵最关键的东西 所以他的方案是提倡权力崇拜 层层贵天 要一级一级的怎么样贵天 所以大家觉得哪个喜欢控制的东西 共产党当然喜欢了 对吧 皇帝当然喜欢了 凡是皇帝喜欢共产党喜欢 你人喜欢吗 你姓赵吗 你也配姓赵吗 对吧 你是毛三吗 就是 所以这个东西经过大一统强化之后 他就变成了控制个体和社会进步的 伦理的手号 他是一个怎么样 铁链 他把这个社会转型的潜力给拴住了 我讲的非常到位 你听清楚 他把社会转型的潜力给抹杀了 第十二 与商鞅联手 共同缔造 残无人道的王朝循环 光是有恐秋这个 他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其实恐秋要感谢商鞅 如果没有商鞅变法促成情统一 恐秋永远成不了华夏的神主 这个我讲过了 华夏这个社会只有一家赢家 那个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的灭绝 只有一家没有灭绝 从鲁钊工一直分到马英九 分到习近平 谁呀 恐家 人家代代是公爵啊 没输过 听得离毛骨总的 你们翻翻家 哪家没有饥荒死过人了 恐家 没有 不管哪个朝代 恐家都是世系公爵 你看出味道来了 华夏应该改名字叫什么 恐朝 恐神的迷宫 恐求提出这个伦理结构之后 两百年 商鞅促进了华夏的一统 秦统一了刘国 从此权力崇拜 阶层固化 思想阉割 文字语 杀戮 灭旧毒 成为王朝周期崩溃的一个特征 这种循环 类似于地域循环 我不想重复 因为我本周我刚做过的 直播就谈了华夏的人口灭绝 你去听一听非常沉重的话题 汤英比在历史研究中 对这个进行过总结 他谈到了大一统 大一统不是产生于文明之前 而是产生于文明解体之后 就是华夏的 则新时代解体之后 产生大一统 大一统不是一个历史正常的现象 但是华夏维护大一统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一家通吃 恐家通吃 你信啥都不行 信银不行 信牛不行 信你也不行 信造也不行 信习更不行 只有信孔才行 那要看你的老二够不够大 孔老二的自尊阳俱修了一百多米高 再屈服 再屈服 去看看 好 第十三点 中五年桌子 为孔秋的蚊子鱼加上一把血泥银的杂道 从此华夏认为一个阴森恐怖的厄比地狱 请你记住 中间思维 孔秋极如生提倡的君子和小人 忠诚 忠诚和兼诚 孔秋极 孔秋极和武力的这种两分法 非常的粗暴 他把复杂的人类社会啊 分成了非黑白即黑的这个表资牌坊 用表资牌坊来进行区分 还要用能力理智性这样的 叫叫叫洗脑概念去来给他的三缸护驾 由此构建了人类社会 用君主专制和中法专制 捆绑了所有人的自由 这个自由包括君主 包括美朝的太祖 我讲过了啊 君子 虽然你是皇帝 但是你有太上皇 有先帝 先帝辈分比你高 次取比你高 我们一直上述到太祖 太祖也不行 为什么 太祖是前朝的臣 太祖模反了 怎么样都要路加来洗地 明白了吧 所以 在这套非白即黑的中间思维的影响下 所有人他都变成集体无意识 习惯性虚伪的这个天朝巨鹰 他还具备那种狩猎 还有狩猎幻想症 斯德高尔摩综合症 这个我讲的太多了 这种罪恶在哪里 就他用道统代替的那种司法 他把孔秋的讲的这些屁话当成圣经真理来管理社会 你这个社会人不进入地狱吗 所有的文明国家的宪法 它是来自耶和华的律法 来自于天上的神定秩序 你这个是孔秋放的屁 你把它炒了几千年 所以我有一个论断 孔秋的像不推掉 卢家的东西不从中小学教材推出去 华夏永远是食人族的社会 这道东西让华夏人成为孔秋话语体系下的 习惯性虚伪的人格障碍精神病社会 精神病症候群 最后一个十五个 集体无意识的缔造者 在孔秋和卢生的档案中 从来没有关于所谓真理的讨论 如何定义正义公平自由 他们用简单的线性思维 将政治正确 会舔权力 宗法伦理上升到绝对真理的高度 那么这种落字的意识形态 必将将整个社会带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把男人阉割成太监 把女人搞成残废 这就是孔秋带给华夏的一个结果 好了 这一集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ãy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谢谢大家